感谢神 我们继续来接下来的感想 我们刚刚讲到伊萨 雅各对约圣的过程 从他对神的一个 从他许愿跟他对神的一个祈求 是他对认识神的程度的一个转变 我们今天就是要用雅各这一生 他对神的认知 对神的认识的一个转变的过程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个提醒跟教训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现在本来讲 我们不能停留在对信仰或认识神的程度 停留在像雅各年轻的时候 好像用物质上的东西 好像用物质上的东西 还是说你的时间 来说我要换取神的祝福 来说我要换取神的祝福 我们都知道敬拜神是要以心灵跟诚实 我们不能说 我们不能说 像神求说 你要怎么样子 那我猜要怎么样子 那我猜要怎么样子 这是一种交换 那这也是我们对神认识不清理才会有这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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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对我们 神对他的儿女 然后以色列神所拣选的民族 到耶稣降生对万民的传福音 其他希望拯救属灵的神的恩 这都是没有代价的付出 他对于他的儿女 他的选拟 并没有要求说要什么不值的回报 他给我们的责任跟使命 只要我们遵照道理而行 只要我们遵照道理而行 这并不是要我们实际上什么金钱啊 什么物质的东西 他给我们是完全是没有任何代价的 神就是把他的慈爱跟怜悟给我们 那他给我们是完全是没有任何代价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真正重新思考我们认识神的程度在哪里 我们一定有刚认识神的过程 但是我们要懂得一步一步的增加我们对神的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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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才很奇怪 才是 Э resultados 才对上雅各年老的时候 遵伦阿英da在雅各域オ大 们从耳전에大的学着 他很清楚他一身的过程 今儿到了路面前 一些不加社工作 step and Jeremy 从他对神所说的话 ится外 selon他 两年全部 pact 可以知道他真的是顺有敬畏神 这就是说认识神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和母亲 第二个要以神为最大的保佑 就是以神为最宝贵的 这样神更会把我们当作他的保佑 他们人最容易的一个弱点 就是照自己的想法在看事情 别人的想法甚至我们是禁不獨 我们有最重要的神你会先摆在来第二个 你会第一个人以生活周遭有什么事情 你马上的会第一时间或第一个想法去处理你生活周遭的事情 等到可能有空闲的时候 或是有时间的时候 那你可能拿到我来做点别的事情 我们拿回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如果你把信仰当作是好像是当作你一个休闲 那就是说有空闲的时间 或是想放松啊休息一下的时候 才来注意信仰 这就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那甚至更严重一点的是 遇到问题都没有办法的时候 才会向神祈求 这对于是一个基督徒的人来是很可惜的一个想法 我们看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 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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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对他们 slows到现在出现元 gemeinsam 你新年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 有什么需要像传说的 都没有一样延�'s determinant 时间 led Brendan 这一节是前后的这一段有一段经节 他是在路加福音讲到说你要爱你的仇敌 这是在说论爱你的仇敌的一个道理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跟人跟人之间的一个相处的道理 那这一节三十一节很清楚讲到 你希望人是要怎么对待你 你也要怎样对待你 那你对人都是这样子的 你对人都需要这样子的 那对神呢 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常常思考的问题 一般我们带着肉体的能跟人相处 这个道理我们非常应该都很清楚 我们如果主动对别人好 那如果您对待别人不好 我想很大的机会他对你绝对不会好 那我们用这个最简单的道理来思考说那你对神 我们都知道神对我们是无比的一个恋爱跟恩典 你看以色列的过程跟包括我们自己信仰的过程 我们有多少的可能在神认为不喜悦或是犯错的事情 我们有多少的可能在神认为不喜悦或是犯错的事情 那重新得到神的悦恼 神都可以重新能接纳我们 那这是神的一个大碍 但是我们如果说想法只在于说 人跟人之间这种关系的想法在对神 这也是我们对神的认识里还有很大的距离 所以第二点我们要当神为最宝贵 最宝贵的你就会很珍惜很爱慕这个 可能在何而来的可能会寄着 你四十刻都很担心你最宝贵的东西会受到伤害 甚至甚至离开你的周朝 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相反 我就不会离开神 而且当然神本来就不会离开 神无所无在 是你不愿意去接近神 是我们能先竹了一道墙不跟神接触 所以你感觉不到神跟你同在 第三点 我们真的认识神 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 人生在世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 就像约瑟我们刚刚讲到雅克的一个儿子的约瑟 他当时是遵照父亲的指示 拿着一些东西去探望他那些哥哥 但是就因为他哥哥嫉妒他就把他卖掉 一直到埃及 他在替埃及人工作 那他周遭的人又害他 但是这些过程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忘记谁 他一直等待神的指令 我们看《创世记》五十章二十节 《创世记》五十章二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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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记》 Од中文字 chocol 《创世记》八十章二十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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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很安静他顺服神的这个待遇跟开路 他真正认知 相信神的能力 神经神是给人赐品满满的 也许你当时还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 但是他有那个心等待神的旨意降临 所以等待神的旨意降临跟显明是我们人最大的一个考验 我们民 transmit 赞 订阅 材 权 药局寄 权 我们在这个过程可能说 怎么在这个过程能够持守的依靠神 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 那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性质 那我们真的恩施神 就是我们第三点的 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所以我们今天以这三点来跟大家做分享 第一点真的认识神 你才会得到平安的母亲 第二点把神看为最宝贵的 神一定也把我们看为祂最宝贵的东西 第三点真的认识神 你就没有什么可以惧怕 从我们刚刚分享雅各的一生 约瑟的一生 他们对神的认识的改变 他们接受神的考验 能够真正的安静静默的等待神的旨意行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再来唱一次 一百六十五 感谢观看